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很发喜 我觉得在后面听真的是蛮感动的 刚才特别是华龙师姐在讲的时候 我眼眶都哭了 撕了好几次 就非常非常感动 我就回想到当初 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 看到上人的书 那时候还没接触慈记 慈记邀请我去分享 就读了很多上人的书 有那样的感动 我觉得好像找回到同样的感动 华龙师姐有没有依教奉行 对 所以待会我们就要讲教理行政 那华龙师姐有没有行 对 他依教奉行 当然也会有证得很多自己的法 所以刚才华龙在讲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感动 待会再来分享 那为什么我今天挑这一段上人的开始 他也是很妙奇妙的因缘 那我们刚才明哲师兄 他们讲很多法 但是那些法也是他自己体会 所以那个法的教理 那个理你要自己体会 自己证 自己证得的 上人就跟我说过 他说你要自己做 你要自己做 你自己做 你是不是才会有证 有行有证 性解行证 你有自己去做 那你有证得这些道理 才能够把这些法再分享出去 好 那我们就来用心观看 上人这段开示大概五分多钟 看完以后我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 请播 请播 各位学佛 各位学佛 这是我们学佛 能够认清楚 这是法 这个法 人家在环境中 我们要怎么能够去体会 教 理 行 情 那就是万法空散 我们在天地万物之间 我们要怎么能够去认定 什么是法 空气 我们在天地万物之间 那就是万物之间 是万物之间 大小 是万物之间 有著時間所有一切 這 若是從空開 空大來說 無不就是一種片形一切換 通常有接觸到 通常有貼回到 才有辦法料一切形 學分 要學得如何來劈一切形 我們如果能這樣 終始一切形 了解了道理 什麼是鮮啊 什麼是褲啊 我們都清楚了 道理明明了 如果明明了道理 去形 終一切換 始一切形 這就是 形到立形 如果有接觸到後 才有辦法正 所以 終始一切形 這就是 我們的發問 教理行政 這就是我們的發問 所以 我們這個發問的第一步 這是 提示提法 要斷康執別 這呢 修佛陀 用心 這個康執別 應該 讓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這會叫有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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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切 袋 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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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 奏 去做好事、做好人間 我們就可以去逢 別跟人結婚、別跟人練習 別有結婚、練習 就不會再來了 大小人就完全回庫 但是我們也要斷愛別離婚 一樣要斷 所以修道了團 斷定三行 我們要好好下定我心 要修道 好 感恩上人的開始 上人最後講什麼 我們要好好下定決心要幹嘛 對 修道 我想今天兩位導讀人分享的人 都是講如何修行一道 大聖菩薩道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內容 這個內容是上人 訓法廂的時候開示的 它是比較早 像我一般都會找最近幾個禮拜的 最近上人沒有身座 最近都在拜經 所以我就找比較早期的很妙 因為那時候我講一下這一段怎麼來 我就看華龍的分享的題目 那時候只收到題目 還沒收到PPT 他說假如明天就是下一生 我就想說這就是在談無常 如何面對無常 上來也常常講說 到底是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 可是後來我發現 應該不是只是如何面對無常 應該是談修行於道 這樣懂嗎 華龍今天有沒有談得很廣 他做了很多 很豐富 就把整個菩薩道怎麼實踐 他都現身說法 因為他是用盤點生命價值的角度去盤點 盤點得非常好 因為他剛好做得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 我覺得本來是滿難理解的 但是有剛剛兩位的一個分享 就比較容易理解 經文跟手札都可以見證今天 兩位的這個部分 應該兩位來佐證這段經文 我們一起唸好了 預備 開始 好 感恩 世聖就是這個大聖 大聖菩提道或大聖菩薩道 那這個是很微妙 本來是很微妙 你一定要自己去做 去體會 這妙法都是要自己做 自己體會 那最後重要的是 保持你的一顆清淨的心 清淨第一 你的心能不能入人群而不受懶濁 不受這些七情六欲 這貪稱吃慢疑各種的誘惑 影響等等 余諸世間唯無有上 這世間的五上大法 佛所悅可一切眾生所應稱讚 供樣禮拜 我就講快一點 看上來的手札 我唸一遍就好了 剛才上來那邊有唸過了 設一切行教理行政 那就發現今天華龍剛好 你看講那麼多 剛好是設一切行 教理行政都在裡面 而且知識地法斷苦即滅 苦即滅到 從談很多人生的苦 對不對 生老病死苦 今天有沒有都有談到 對不對 都有談到這些苦 還有愛別離厭政會 求不得五因赤勝 這些苦都在裡面 那怎麼樣斷苦即滅 就先從 因為你一定要四地 十二因緣六度這樣修下來 所以這些苦 你要先從斷苦 先滅除自己的煩惱開始 這是修行的第一步 所以修道了脫 那你斷了賤或施貨以後 那慢慢就可以再來斷成殺禍 你走到菩薩道的時候 就要斷成殺禍了 一開始是斷賤或施貨 斷這些貪稱赤蔓乙 斷這些邊賤 身賤邊賤斜賤幾賤 這是賤貨跟施貨先斷了 那再來就斷一些比較微細的 像華龍不是提到有那個捨嗎 一開始捨啊捨金錢啊 對不對捨時間啊付出體力啊 到後來捨掉這些煩惱 等等內在的 他就慢慢再修這些 慢慢進入到斷成殺禍的部分 那最後整個修行很重要就是 持戒定慧行罪上貢 你持戒 像我們要持齋戒啊 持五戒 持十戒 這些戒律 那自己的定力 面對很多這些人我是非 你都要定啊 對不對 不說是非 不傳是非啊 保持這些定力等等 那還有智慧 文法 你要文法才會有智慧 那所以行罪上貢 貢了佛 貢了法 貢了生 不只是這種金錢的付辭 最重要的是你虔誠的一顆心 你有沒有用虔誠的心 來供佛 來行菩薩道 來供養父母等等 所以這都是罪上貢 因為堂上的父母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佛 就是你要把它當作佛來供養 所以這個剛好很妙的 今天這一段上來的開示 就跟兩位的分享滿近的 這裡面你看 這段手紙它牽涉到談到什麼 它其實有談到涅槃式的 上來在後面有談到涅槃式的 那像剛剛明哲他要講的那些東西 付出無所求還要說感恩 什麼自在解脫那些 那其實最後的源頭的法禮 教禮都在哪裡 都在佛陀的法身的這個 涅槃式德上面 常樂我盡 待會會講 待會帶一下 還有四聖地苦其滅道 大家比較常聽 相無漏學 接聽會 所以這段手紙裡面它涵蓋的 這一集的開示 因為它是源頭 是法的源頭 你看四聖為妙 有沒有 清淨第一 對不對 所以這是 因為涅槃式德其實滿難講的 不過稍微講一下 因為剛剛還好他們兩位都有分享 就比較容易理解 這個你修行修行 修到最後就得到佛陀的法身 法身就會具備涅槃式德 常樂我盡 就常得樂得我得盡的 這圖是我畫的 就有一天我在十幾年前 持華經的時候 我就讀到那裡 我就畫了這個圖 左邊這個圖 就想說整個法 你看法身是遍宇宙虛空的 是不是跟上人常常說 佛陀在菩提樹下有沒有 這個靜坐 然後閱讀明星有沒有 那突然間頓悟了 覺悟了 他的整個身心 跟宇宙虛空融為一體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 涅槃式德的一個境界 就是那種法身的境界 就是說你到了這個境界以後 你的身心跟整個宇宙虛空融為一體的時候 他整個都 你看騙虛空法界 這樣 所以你看時間空間 那裡的空間 你是 你已經變成永恆了 那個時間突然是可以靜止 也可以不變 是永恆的 然後那空間也是無限大 那你呢 你那個我呢 也是可以騙虛空 可以無限大 也可以縮小到 看不到等等 所以那是很抽象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把那個我得有沒有 畫在最中間有沒有 那個小 剛才上人有時候怕我們不懂 什麼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他就告訴你說 你先縮小自己 所以我得要先縮小自己 縮小 縮小 縮小到可以融入 人家的眼中 不會愛到人家 但是其實那個我 能夠修到那樣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德恨 你的智慧其實是無限大 有沒有懂 因為你已經可以進到他的心中 當然就可以影響他 他就無限大 所以那個我得 你看我把它畫成中間那個圈 那個常得 我就畫那個虛空 當你騙虛空法界的人 你突然發現說 我是如此的渺小 原來宇宙有如此大 那個大的東西 那個無限大的東西 虛空的東西 就是常得 它是永恆不滅的 你也可以是他 他也可以是你 是這樣 那常得 有沒有 我是用我的話來講 比較容易懂 這邊有寫 那樂得就是說 好 那可是我們還是活在這人間 我們還是要有時候 我們如果現居事項 現出家項 還是要結婚 還是有伴侶 老公或老婆 還是有小孩 對不對 兒孫這些 所以那個樂得就是說 那你人跟人之間 你路人群 你人跟人之間 你在家庭裡面 在組隊裡面 在公司裡面 在學校裡面 在哪裡 你跟人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你一樣 可以保持一種自在 快樂 不受難做 那是樂得 可以轉苦為樂 面對各種考驗 苦難 生老病死 愛別離 你都一樣 可以保持一種自在 淡定 那是樂得 這樣懂嗎 就比較懂 原來常樂我盡 就是修行要得到 如果你修行 修到佛陀的境界 就會有涅槃式的 那我們當然還不是佛 我們是凡夫 可是我們走菩薩道 就會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體會 真的有這種東西存在 我真的可以做到 那你只是偶爾做到 他變成常常做到 他經常做到 然後你修行就成功了 所以為什麼要修行於道 所以這個常得它是永恆的 記住 常嘛 常那個常就是常數 英文叫constant constant的是C有沒有 如果以前我們物理學 物理學常數是沒有一個C開頭 永恆不變的 常得 樂得呢 就是你路人群不受難做 你可以轉煩惱為菩提 這樣懂嗎 叫樂得 轉苦為樂 是樂得 那我得呢 就是你可以縮小自己 能大能小 能盡能遠 無處不在 到任何地方面對任何人 你都自在 你可以是承擔一個總指揮 一個核心 也可以做協力 也可以放下身段 做任何事都可以 對你而言都一樣 都自在 這是我得 就這麼簡單 敬德呢 敬德本來比較難懂 敬德其實很簡單 敬德就是整個華經 就是要講這個清淨大法 那敬德本來不容易懂 然後很妙 昨天上人 昨天不曉得為什麼 沒拜經 昨天就突然進一個 正眼法師說故事 講了一個靈幼禪師 靈幼梯平的故事 那個就在講敬德 敬就是 敬德很簡單 永遠保持清淨心 我問你永遠保持清淨 能不容易 可是學佛就是要學這個 學到敬 那敬德 這個就是出烏尼又不來 就是敬德 我們來看一下 看這個 這個就跳過去 待會來講那個靈幼 靈幼禪師這個 靈幼禪師梯平 昨天的早課 最後沒有拜經是講這個 那剛好跟今天就在講那個敬德 你就心無掛礙 那無掛礙 我用這一個詩 這首禪詩我很喜歡 來呼應 不管是華龍的分享 或是明哲的分享 明哲分享裡面 他不談到付出無所求 還有這些 包括嫩顏經 涅槃經 什麼這些等等 自在解脫 其實你自己法很多 你只要記得 你可以用的 你聽得懂你可以用的 你背一句靜詩也可以 一理通萬理策 你背一句禪詩也可以 有沒有懂 背一句經文也可以 那重要是去做 教理行政去做 你就體會了 這個是我研究所的時候背下來 我以前研究所就開始吃素 那時候是民國73年我念研究所 我去四年那時候研究所的外面 就開一家素食店 所以我天天都吃素 那時候還沒有正式吃素 我正式吃素是1992年 84年我就開始吃素 我每天不曉得為什麼 我就會去吃素 天天回家是吃婚的 那時候我家裡吃婚 我在學校整天都吃素 所以我這輩子 生產力最高的時候 然後精神狀態最敏銳的時候 然後還幫我爸扛災物 可是我一樣就兩年就研究所 畢業等等 那個狀態非常好 那時候反正我去吃素 我就會看一些佛書 那我就會把它背起來 我念一下這個 我很喜歡的這個 布袋和尚的這首記 有時候你背一首這種禪詩 它就會幫助你一輩子 那時候我幫我爸扛復在 心裡很苦悶 可是最後也都得大智慧 都很自在這樣 所以一些像易經 佛法 幫助我非常多 那這個我後來 這是我後來寫的 這個原來展開片十方 我有這個是什麼 大儒宇宙星球 星包太虛 亮洲沙界 是天地為一體 是法 這我前幾年寫的 原來收拾官至在小儒 這個沉沙為成縮小自己 奈米良人見真儒自信 是法 這些法有沒有 剛剛上人都有開示 剛剛明哲 花龍都有講到 原來虛空無怪 一切無大無小 無相無性 無生無滅 是真空妙是法 原來我有一步代 具足如來智慧 成佛得相 正等覺性 此一真法性是法 所以這些法 一理通萬理策 它都是相通的 那時候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都很喜歡這些佛法 像我很喜歡的東西 我會做一件事 我就會寫下來 像這個有比較好的 我會請我的好朋友 用書法寫下來 我從大學就有這習慣 我以前還填了一首詞 我會作詞作詞以前 大學的時候 就會請我的同學 他的大專盃書法比賽 前三名的 寫 然後把它錶起來 掛在我的宿舍或掛在家裡 掛在社團辦公室等等 我會幹這種事 天天看 天天去參或是去修 因為教理行政 你這個教理法要錄心 要行 要拿來用 所以我會做這樣的事 所以這是我前幾年 那時候薰法相體會 重新再把這首布袋和尚的禪詩 再給他解釋一遍 那是不是跟今天上台的開示 還有兩位的分享蠻契合的 所以很妙 但是那時候我在準備 因為像李玲就知道 我禮拜四或禮拜五 我就會把下禮拜要講什麼選好了 我選得蠻快 其實我禮拜四或禮拜五 最慢禮拜五我就選好了 李玲會把那個流程發出去 按這個剛剛那個常樂我禁 那個禁得把他想說 這常樂我禁太抽象了 上人就有大智慧 上人就幫我講了一個 林佑禪詩的故事 我就不放他的開示 因為他放那十二分鐘比較長 我用講的 那他就提到這個百丈禪詩 因為林佑禪詩是百丈禪詩的 大弟子之一 我們上人有沒有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 這是百丈清歸非常有名的一條 百丈跟淮海 百丈禪詩跟淮海禪詩 他們立的百丈清歸 這個像一日不做一日不死 它有一些清歸 都是叢林寺廟會遵守的 那上人特別遵守這個 一日不做一日不死 你看他自己要做什麼嬰兒鞋 做什麼什麼 做了十幾樣 十幾二十樣很多 那他有個大弟子 林佑禪詩 他那時候在大寮 就是負責煮飯這些等等 結果有一天他們這個道場 因為其實百丈禪詩當然得望很高 結果有另外一個道場 想要找一個住持 去接一個寺廟的住持 來找百丈禪詩 所以叫他推薦一個他的弟子來當住持 因為那個住持老了 要交棒了 結果百丈禪詩就推薦林佑禪詩 林佑禪詩那時候是在大寮裡面 可是他們還有個上座的弟子 叫華林禪詩 中華的華 森林的林 樹林的林 華林禪詩 結果很不符 很多弟子跑去跟華林講 華林 你看 人家哪一個很好很棒的道場 要一個住持 師父竟然推薦林佑禪詩去 竟然沒有推薦你去 那華林禪詩會不會嫉妒或不滿 怨恨 可是後來百丈禪詩知道這個事 他當然也聽說了 他做了一件事很妙 他就把弟子通通找來集合 開示 他就拿一個瓶子 淨瓶 清淨 它不是陶瓷做的 是木頭做的 淨瓶 裝水 可以供佛或什麼 各種你戴在身上禁瓶就對了 像那個觀世音菩薩那種禁瓶 但是木頭做的 他就擺著說跟弟子講 這是禁瓶 那現在他們是殘門 就是說現在你們說說看 如果這個瓶子不叫禁瓶 那叫什麼 叫大家發言 考大家 結果大家也不敢講話了 那就看 大家就看華林 華林斯上座弟子 他說這個不叫禁瓶也不叫木頭 木頭就是一種木雞 他只能講這樣 他說他不叫禁瓶也不叫木頭 這樣答案當然也不是很棒的答案 大家也不敢講話 後來那個百丈禪師就點了 那個禁瓶 你這樣 禁瓶就講 禁瓶他沒有講他就走出來 他就像這個圖 他那個瓶子擺在這裡 他走到那邊他一腳就把它踢 有沒有 把那瓶子踢倒 那我問大家 這個動作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無相 對 就是你要破這個相 大家 你不要執著 不要執著這個瓶子的相 不要管他叫什麼 他叫什麼都不重要就把它破 有沒有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就把它破那個相 然後這個百丈禪師就跟華麟講 華麟 你輸掉了一座山 因為兩個的境界高下是不是就知道了 華麟是不是都不執著 其實你今天給我一座山也可以 不給我一座山也沒關係 我不在意 是不是這樣 可是華麟有沒有很在意 對不對 你在意就不敬了 今天講常樂我敬 對不對 今天講敬德 因為你只有破除了一切相 無我相 到無我相 無人相 到不生不滅的時候 那個敬德就跑出來了 所以我很感恩上人 上人昨天早上 我看 因為我天天訓法相 昨天一看 怎麼昨天沒拜金 然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 我知道 可是他原來行程裡面有 要拜 沒關係 我知道昨天師公的名單 因為後來打出來 有拜 那這個就講這個故事 這故事有沒有跟今天又很硬 很相應 我就覺得一切都是好因緣 這因緣非常妙 不可思議 所以你看 靈魂禪師就沒有這種 名利得師的心態 那擺葬禪師就開示 我們每個人都有跟佛同等的智慧 那只是看你 你有沒有把它凸顯出來 上人最後就開示 他說 他就對弟子開示 他說 我常常說 出家如出 成佛有餘 我們看上人的開示 他說這一念心 你出家如出 那一念心就是清淨心 所以常樂我敬的所有的這些 你要得常樂我敬 就回歸到你的初心 就這麼簡單 一念心就講完了 所以不要覺得它很難 剛才講了很多 你就做 像華龍這樣做 或像明澤這樣用心去體會這些道理都好 或像大家這樣精進都好 就是這一念心就是清淨心 出家如出 成佛有餘 發心如出 一樣成佛有餘 我們把上人這段開始 看完我的分享就告一段落 這是上人的剛剛那個靈佑剔平的故事的結語 所以見性學道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講要修行於道嗎 你要明心見性 明心見性就看到你的正如本性 就看到涅槃士德 本來很簡單 無掛礙 無負擔 就是見性學道 可是不要被名利污染我們的心 人人都有佛性 橫慈 親近一念心 照說人人都具有佛性 只是我們與佛同等的智慧 平等的佛性 就是我們無法橫慈 橫慈我們正念善心 我常常說出家如出 成佛有餘 如果我們能夠堅持修行的第一念心 這樣橫慈下來 正念心絕對是心靈 所以記住 你就發心如初 記住正念心 然後做就對了 中間心寬念存 中間遇到障礙 就還是想到正念心 用這些法 有佛法就有辦法來對字 當你要修行的時候 就是願意放棄一切 不怕辛苦 這一念心如果能夠保持 就叫做清淨心 我們要保握當下 情精進 保握在當時的發心 如此 見性學道就不難 所以上南從 人有二十難 見性學道難 第十七難 這段開始 靈有踢平又跟 人有二十難的見性學道難 上南有把扣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把這個帶回去 就是說你保持正念心 然後好好的修行 這樣就是清淨心了 好 祝福大家都擁有一顆清淨心 感恩